今天,现在我在一个免费的房车营地 这有点阴天,起床了,带你们看看外面的房车 好多好多的拖罐房车,咱们去看一下 我先把床收拾一下 哇,这环境太好了 大自然的空气真的太清新了 五圈,下雨了 做饭 这小火太慢了吧 那边有住帐篷的 有几个帐篷,一搭也挺好 这是一个懒中C7自行式房车 这是一个英菲尼迪的蒙南粉,拖着一个头挂房车 咱们看一下这个营地 这就是我的家了,这是我的前车,这是我的家 我的院子很大吧,虽然家很小,但是院子很大 这是一款阿迪亚的进口房车,弄着一个帐篷 那边是迷野的一个小房车 用一个全顺新时代拖着 这就是旅行的家 这是个C型房车 这是个拖挂房车 这边还很多呀,这边多,我们那边刚才少 都是拖挂房车,还有车顶帐篷 这是一款拖挂房车,这一款没见过 半圆形的,还带一个小拖展 这是国产的还是进口的 这边拖挂房车 大通B型房车 拖挂房车,这是科斯挑战者 这是一个小房车 这有一个小房车 那边 这红色的,这叫露营车 迷野的拖挂房车 这个也是科斯 这边,好多呢 这是个进口拖挂 这个小帐篷吃,曾经我还拖过这个玩儿 我拖的那个是全铝的 这小拖挂,好多的小拖挂 这边自行室 这是个免费的房车营地 这是一个公厕 公厕有水 没电 好多的车友都在这停车 露营 居住 这就是房车旅居生活 在这个房车营地就能看出来一个事 拖挂房车还是比较多的 拖挂房车还是比较受欢迎的 为什么呢 因为拖挂房车,第一便宜 第二,空间大 用一个自己的私家车 就可以拖着它到处的环游中国 到处的拿着走 而且拖挂房车这种旅居生活 适合慢生活 把一个房车停在一个地方 住上十天半个月的 住上几天 然后在这就定居成 你在异国他乡的一个家 然后开着前车就可以 哪都能去 去购物 去周边的景区 就是家不变,景在变 到了每个城市 到了每个地区 都有一个固定的家 和一个属于自己的汽车交通代步工具 好了,视频就拍到这儿了 点赞,加关注